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王子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王子薑蔥蓉蒸東星斑塊 就是用我自己秘製的醬料 但如果你沒有這些醬料一樣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法記得訂閱我 先介紹一下材料 這裡有些東星 這是很大條的東星 它幫我切了一塊 不是一條的東星 但都是同樣品種 這個差不多700多克 後面有些新鮮的粉皮 這些是新鮮麵檔買到的粉皮 這裏是約4-5塊 即是300-400克左右 然後這邊有薑蓉 還有薑蔥 這兩樣都是我自己秘製做的醬料 它已經有味道 而且很香 我加入了很多不同的材料 變成簡單化了 所以我們拌在魚上已經很香 很有味道 這裏有些生粉 這裏有些鹽 還有有些胡椒粉 再加上有些漂亮的醬油 就是一個生抽 老抽 還有有些生油 怎樣處理呢 我們這個魚在魚檔拿回來之後 我們就要沖一沖水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要把魚醃好之後 就放在一隻碟上 或者你可以放在荷葉上 放在蒸籠上 之後我們就要蒸它 我選擇了放一些粉皮在底下 再放在魚上去 然後我們就會蒸它六分鐘左右 蒸完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用一些油 整熱它 蘸一些很熱很熱的油 上魚那裏 然後再加一些生抽老抽 這樣就可以上桌了 黃子薑蔥蓉蒸 冬升班快 是否很容易呢 真的醃一醃它 然後六分鐘蒸完出來 就可以吃了 如果還想知道 我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記得訂閱我 點燈 燈 咀咀嚓 增 東 久